粉丝发了18888做了两件货 起货效果你们觉得值不值 粉丝发了18888定制的一块料子 这个料子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泡锅面了 中间有一点的水度 旁边的那些白肉也相对的比较的干净 这个料子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大力 它想利用这个料子做一件山水牌 首先我们所要的就是把那个空间感 森林起敬的那种意境感给它表现出来 层次感还有有大到小的那种意境感 这个设计图也给粉丝看过了 他说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准备直接动了 它说可以的 但是它说可以的 如果我们有点小的 发表变得比较有点小的 就这样 然后开始 复制码 有点小的 就这样 有点小的 我 就这样 帮rüop 以前 États 要有那种森林起劲 有一种空间感 自己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做出来 当然有一些料子 首先我们所看的 厂口要正 还有它料子自身自带的那种条件要有 我们才能把它发挥的更好 当然大理石也不在画像 只要说料子还有特点 我们也会把它发挥出来的 这个料子跟以往的排行不一样 排头上面我们所做的挂钩的这个位置 也把它设计起来了 做的银刻松的那种造型 下面的部分 我们也是把有大到小的场景 还有色花 还有白露跟水路部分的区分 给它区别出来了 楼庭隔台 这些也应用上的 包括后面 我们把白底跟水路区分出来 做了一些的楼庭隔台 树有大到小的那种场景给它做出来了 当然说这种工艺看似简单 大家也看过那种国画 就是简简单单的底笔 要把这个感觉给它体现出来 在雕刻上面 我们也是同样的一种做法 包括这些树的细节 整体的镂空立体杆 这是必备的 还有就是有大到小的那种场景 也要把它勾留出来 另外一件 我们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边边 所刻画的一个宝宝活 它也是送给自己的小孩 这个尿子的期货 冰冰佼佼的 也达到那种理想了 可以一次的 盖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